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因为舞蹈抄袭而引起争议的舞者Patta 昨天在IG发文否认了抄袭 Patta在IG发文表示 为了不让我会变得更大 所以决定上传此贴文 在第一次听到音乐的时候 马上就联想到了谎言 直接的描述坐着摩托车或者是骑马登场的样子 由此制作了开头舞蹈 所以一开始会有发动车子的动作 用力踢下半身的动作 然后到下车的动作 是一个起乘转合 我觉得跟现在被比较的舞蹈 动作的连接性意图完全不一样 身为一个热爱舞蹈文化的人 我认为艺人跟编舞家 互相尊重才是很棒的事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并非这样 而让我感到惋惜 不管怎么样 因为我发生了这个争议的部分 感到抱歉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是什么烂内场文 一般有抽携争议的话 应该是要与提出抽携争议的一方联络沟通后 再将这个结果公开 是基本中的基本吧 只要跟那个人沟通好了 网友们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Patta说对于艺人跟舞者 没有互相尊重而感到惋惜 就好像是在那里聚集ATZ一样 但是Patta身为舞者 是有多尊重了同样是舞者的Angels Group呢 应该要先联络他 与他沟通一下才对吧 在Patta发文之前 这个舞蹈的原创人 有在IG现实动态tagPatta后 转发了 听说你哥三是好朋友 朋友之间这样是不行的 我希望Patta能向原舞蹈创造人Angels Group道歉 这个贴文 Patta的立场文真的是很傻眼 他所属的舞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就有聚集过别的舞团抽携舞蹈 那你们是有确认那个舞团舞蹈动作的所有起乘转和动作的连接性跟意图吗 拍摩托车骑马 真的很可笑 到底是谁会用一只手骑摩托车呢 在Patta发文后 虽然也有帮Patta说话的人 但是大部分的反应都是讽刺这个立场文 不过在昨天著名舞者 全勇俊在IG发文后 方向是稍微有了一点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全勇俊的IG贴文 在写这贴文之前我考虑了很久 首先是我觉得两遍的作品都需要被尊重 所以我想说一下我的见解 舞者在编舞的时候 会从歌词开始考虑到整体的感觉 这位舞者在形象化塞宾这首歌动作的时候 选择了骑摩托车飞奔 而在飞奔的动作被质疑到了相似性 依我看来塞宾的腿动作是舞蹈的基本 Moonwalker的一部分 然后上传了这个影片 只要是舞者就会常常接触 也会常常使用的技术 所以不是谁对谁错 谁模仿谁的问题 两边都需要得到尊重 音乐跟电影也是在同样的素材会有不同的剧情 整体看的话不一样 但是里面的内容会有很多重叠的部分 我觉得这次的争议也是一样的 我很喜欢ATS的舞蹈 常常会分析来警惕我自己 帕他的舞团也是之前有一起进行过很多项目 因为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对两边都没有很好的影响 所以才会小心翼翼的上传这个文章 然后帕他点赞这个贴文后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舞蹈创作人都说是抄袭了 帕他一句都没贴 在这种情况下全永军身为第三者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吗 不是原创者都要求解释了还需要什么见解 按照永军老师逻辑的话 以后谁抄袭谁的舞蹈也能说这是很普遍的动作了 那以后谁会花钱买舞蹈呢 只是像你上传的影片那种程度的话就不会有争议的 但是这动作重叠的部分走位都一样 所以才是问题 然后最重要的是原创者感到不高兴的话 不应该也要听一下他的意见吗 一直这样说本来就差不多的话 你们现在主张的舞蹈著作权会变得很可笑的 一开始有争议的时候因为舞蹈实在太像以为会道歉后结束的 没想到现在竟然AT子也在背骂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全永军蛮帅的 谁都不敢提出有关帕他争议的时候 能这样公开自己的见解 哇因为留言毁了整个文章 就是这种情况啊 全永军IG上传的这么好 帕他的留言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全永军说的一样 要看创作者的意图不是跟歌曲无关的抄袭 而是在骑车的风格内加入了原本的动作 所以走位才会重叠的 在基本技术上加上手部动作 之前也有过很多次 对于帕他的立场文以及全永军的见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